2023年跟着梦莉姐爱健康 今天梦莉姐要跟大家分享的健康信息 就是为什么会得蜂窝性组织炎呢 大家都知道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 能够阻挡外来物的一个入侵 它是身体黄疫的第一道黄线 假使患者因为外伤 然后造成皮肤有小伤口后 原本呆在皮肤表面的这些细径 就找到了机会潜入 那引起真皮以及皮下组织发炎感染 那容易揉患蜂窝性组织炎的这些组情呢 第一个就是皮肤受伤了 第二个就是有皮肤的这些疾病 第三个就是体重过重 然后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免疫力比较差一点 再来第五个就是本身就是循环不良 例如说像糖尿病的患者 或是有高血压的这些族情 所以说今天梦莉姐因为有感而发 因为一位朋友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蜂窝性组织炎也是住进了高雄龙种 后来也是因为透过我们陈宴的产品 还有这些组织大夫用心的照顾 在12天就出院了 所以说我们都了解一些健康的资讯 对自己还有家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很多人都很忙 没有办法像梦莉这样子这么积极 已经现在已经晚上10点半了 还在这边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透过梦莉这样子的分享 至少有100个人200个人300个人看到我的分享 那如果大家一起注意一下 我们的身体就不会有太大的负担 希望在2023年跟着梦莉姐一起爱健康 大家一定要健康快乐平安 谢谢